南韩艺人金中国作为Running Man班迪 因拥有一身健瘦的肌肉 而被誉为能力者 在最新一期的投资鬼才门特辑中 班迪们分为老师和弟子队 在努力学习知识后开始竞猜对决 但当留在席队答对问题领先后 金中国开始无谓的抗议 并威胁自己的对手 甚至还用脚踢翻椅子 抗议持习成把东西放在他的椅子上 接着把对方的包扔到远处 节目播出后 网友们表示 希望他适当的拿捏流氓风格 当天的场面确实有点吓人 但也有人留言力挺他 直言如果不能接受这样的风格 那就直接不要看好了 认为金中国只是在做节目效果 良机化的反应引起热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